今天和大家開箱,波仔丁丁 波仔是一個香港生產本地微波爐食品品牌 它可以在門市、七十一或衛康看到 甚至有些人說它是香港的良美窮人一物 Trophy,你自己有沒有吃過? 當然有,小時候讀中學的時候 都會買它們來吃,因為夠便宜 這麼多款就可以每一款都不同款了 是的,它的丁丁飯真的超方便 便利店的丁丁飯盒之前跟大家拍過 這次波仔有什麼不同呢? 它除了飯盒和意粉 其實它還有粥、糖水和丁丁菜 今天最後的時候還會加上增肌、減脂、低退的組合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我真的很想試啊 那還搞什麼? GO! 我們先試煮食 這個日式咖哩豬扒飯 波仔的飯盒平均比起便利店 好像是OK、7那些 其實尺寸都是小一點的 一個大概都是400g以下 上次拍便利店丁丁的那些 一個都好像500多g的,是不是? 差不多啊 一個360g的話會有 449卡路里 大概一茶匙油多一點而已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其實是減之都吃得的 是不是覺得很驚訝? 咦?竟然呢 咦咦咖哩減焦都吃得了 它的咖哩其實不錯啊 我看到它用了咖哩磚 通常外面那些都可能會落了全脂奶 或者可能椰奶 那它會增加了它的脂肪含量的嘛 但是這個咖哩磚的話 脂肪就會低很多了 首先先看看它的豬扒有多大塊 算上它的尺寸的話 其實都有一塊、兩塊、三塊、四塊的 那這裡少了一塊 豬扒飯過了 咦?它這樣看其實呢 沒有說可能有一點吉裂 或者炸豬扒的口感 你看到它呢 都是很軟身的 因為它叮叮過 但是呢 其實它也做回它的吉裂的面子給你 而且它也不算太薄身 最怕就是外面的炸豬扒 好像炸紙皮那樣給你 它的咖哩是偏甜的 而且吃得出它的咖哩 不是很像港式咖哩 或者不像是加了很多椰奶的咖哩的feel 它有咖哩的香味 有一些可能是蔬果的甜味 但是就不是很油的 它這個藥水咖哩呢 拍得住呢 橙色賣日本牛的咖哩汁 咖哩? 不是 Coco 不是啊 Dega Dega Dega有賣咖哩的嗎? 有啊 好像那個呢 有個胡蘇賣蛋太的那個 誰啊? KFC 哈哈哈哈 他買人是牛多的 你最出名的呢 當然是那個Sign Track的東西 然後就迎賣別人的品牌 其實如果一個減榜的人士來說呢 那些飯量實在太多了 其實不建議吃完 大概可能吃一半或者三分一呢 那份量就剛剛好了 還有那些醬汁呢 最好呢 不要拌 其實它呢 這個的配搭呢 都不太差的 裡面都會有些洋蔥 紅蘿蔔 當然這個呢 就不是說建議大家 哦 減榜 天天吃它 但如果你說 我今天也想吃一些日式的咖哩的感覺 怕會不會去某些餐廳會中了服 選這盒日式咖哩的豬扒飯呢 也可以過癮的 之後就到 燒雞腿原汁煲飯 即是用雞腿的原汁去煲 雞腿汁? 不論它的名字是怎樣的 大家看到整隻雞腿的話就知道 這個一定是增肌可以吃的飯盒 對呀 這個燒汁雞腿原汁煲飯 是這麼多款之中的蛋白質之王 吃完整盒都有36.4g蛋白質加 一聞聞下去很香醬油雞腿的味 夾了雞腿看看它究竟有多大吃 我現在都不小 躲起來 在玩捉迷彩的時候 就覺得它好像很小 但如果現在拿出來 其實也有我的手掌這麼大的 好香 哇 它是滷水過的 是一隻像家製的豉油雞腿 自己一個吃就爽的 刺著整隻咬 但是現在這樣和你很尷尬 不然你咬還是我咬 整隻雞 雖然就這樣看 吃完整盒 它的卡路里和油分都不是特別低 吃完的話 都有640卡路里和3茶匙油 但大家都記得 增肌和減肌其實是兩回事 對一個減肌的朋友來說 都可能是超過了一點 但是增肌其實比較多 因為我是增肌 要我增加肌肉的份量 所以這個呢 增肌的朋友 可以的 它呢 無論它什麼 國產的菜式 都是用日本米的 雖然是用日本米 吃得出來 待會吃得出來 它是有些蔥 有薑 好像是薑蓉飯 它這個呢 真的很好吃 它有海南雞飯的味道 果然呢 1茶匙油和3茶匙油 是在味道上有分別的 不過其實看回它的營養標籤 雖然它有3茶匙油 但是如果我們丁雞腿 或者丁這個飯的時候 它那個皮 或者它的油分 很容易會滲進飯裡 所以它的營養素質 和卡路里有機會就有少少不同了 咦 不如下次試試去皮先丁吧 它硬的 如果這個客人這樣做 又會被人罵 你肯定會被人罵得少 那如果整個飯營養師 真的丁完之後去皮 那我會不會減少少油脂呢 當然它會節省到 大概 你去皮 都會節省到0.5茶匙油 雞腿平心而輪 是有點粗的 但你吃雞胸的 如果你以一個吃雞胸的人 你覺得它的雞腿 軟滑程度 你會接受到嗎 我可以接受到 它真的不算太粗 而且超有瑞士汁的味道 不過偏鹹 真的 它整個飯的配搭 是一個重口味的配搭 其實如果我們最好的話 每一餐 其實蠟質真的減磅 減脂或健康都好 其實大概在500-600 就最完美了 這個吃完的話 大概大概到1000 但如果它1000 它的口味這麼重 我覺得很值 雖然這樣說不是很好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 這樣都1000 吃下去這麼淡 但它這樣 如果我不看養標籤的話 我會去爆2000 好吃 是不是 我繼續拍一下 走過去吧 好吃 不要叫它們過來 過完你又不走 剛剛在Vilsson找寶藏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 原來它旁邊 是有一整棵薑蔥的 如果想省下一些 的話 不吃這一棵 都可以省到少少油 因為薑蔥在製作過程 都會用大量的油 令薑和蔥的味道散發出來 所以就算你盯完出來 看不到的話 但製作過程一定會有 很多觀眾看到它 都想嘗試 一來新包裝覺得很帥 二來看到幾個字 禮物花椰 怪不得找不到椰菜 是花椰菜飯 花椰菜的名字 是不是帥仔的椰菜花 可能椰菜花不是很好聽的 可能台式是不是台灣人會說花椰菜 不過就是香港本土的品牌 它是比我們吃的陽光飯盒 這個看起來也有很多雞粒 如果吃完一個的話 有多少蛋白質呢? 蛋白質的話 吃完一盒都差不多有17g 17g的話 大概都有兩隻半雞蛋的份量 這也不錯 一看一看它是椰菜花 它是適合低碳人士的 沒錯 因為它的主要成分椰菜花 都在成分表裡排第一 所以它的澱粉質含量 都是剛剛雞腿飯的三分之一 不過就算它比剛才雞腿飯的澱粉質含量低一點 都要提提大家 它吃完的話 也有半碗飯的澱粉質含量 椰菜花本身裡面 雖然是蔬菜 但也有澱粉質 加上麗麥雖然是澱粉質 但大家都知道它是超級食物 蛋白質含量也很豐富 還有蔬菜纖維在裡面 裡面有一些紅蘿蔔 枝豆 雖然也有一定的澱粉質含量 低碳人士適合 但如果今天想減碳的話 吃這個就要留意了 因為我真的不是很想試這個 這個呢 一走過去好像很熱 下大雨 經過那種青苔味 嘩!狂! 是那種味道 我立即想像到 但其實看起來 攪下去都很乾身 它是沒有什麼味道 嘩! 它不是沒有什麼味道 是很難吃的味道 將青苔麥口的感覺 平日外的椰菜花飯 還可以做到更好吃 就是可能會加多些調味料 去掩蓋了它本身的椰菜花味 它真的真真實實 整個椰菜花給你 而且我試了它的雞 超細口 如果當天你對吃東西沒有什麼要求 想健康、快 可以選這個 豬扒 雖然說豬扒比較硬 但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OK的 這個雞腿 真正好吃 這個包裝應該更貴 我猜 你們快點試完拿走 又不想再聞到這個味道 很害怕 波仔沒有告我 你實際上很想反胃 小學飯和菜 你不要這樣侮辱小學飯和菜 下一個是不是這個 是啊 想給大家多個選擇 所以我們選了一個 足夠一點減資的人 平時大家有沒有經過71 看到它有個皮蛋瘦肉粥 就是小碗 跟這個尺寸差不多 那個其實是波仔出品 難怪看到他們的包裝這麼相似 那個有時候我很想早餐吃粥 但又不想走那麼遠 我都會吃 那個也不錯 我覺得 雖然今天沒有介紹 但其實那個平時減榜都吃得 這個碗看下去其實也挺大 吃完整碗的話有700毫升 比起外面的粥泡 其實份量是大的 外面那些大概350-400毫升 雖然它的營養標籤看下去 都挺帥 是低支的 不過其實整碗都有1386毫克的蠟質 這個是粥來的 我們一定會整碗吃光 所以它的蠟質很容易就會全部吃光 看下去跟平時外面的粥 差不多大小 為什麼會重這麼多 重成二三百 因為其實我一拿上手的話 它很聚手 還有一筆氣大家都看到 不像外面的粥泡煲的比較稀 它真的比較稀 像媽媽在你生病的時候 煲的那些太稀沒有營養 要煲稀一點 下重點就快點 可能是中氣 所以吃完這碗700毫升的粥 大概都整碗飯的澱粉質 平時的粥泡的話 其實只有半碗飯的澱粉質 所以其實真的這麼大碗 建議兩個一起分享吃 還有你剛剛說 它有1316毫克的蠟質 很鹹 現在我整個喉 平時的粥都沒有它那麼鹹 不過它的材料其實都不少 看到它的菇 肉絲 其實都很多 所以它的蛋白質含量 都不是太低 吃完整碗的話 其實都有14克的蛋白質 所以如果有人一半的話 都有一隻雞蛋的蛋白質含量 粥來說很好的 粥多數都是偏低蛋白質 煲升糖指數的食物 可能大家又再奇怪了 為什麼營養師都會建議大家減少吃粥 所以我就給大家一個提示 可以先跟先後次序吃 先吃菜 再吃粥的話 就可以減少血糖升幅的指數 老闆你還有一個湯 知道你們女士喜歡喝湯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蘑菇忌廉湯 給你們補一下 是不是很細心呢? 這個蘑菇忌廉湯 又不是雞湯 可以補些什麼? 補一下脂肪 因為蘑菇湯脂肪都會比較高 補香點 蘑菇 有沒有聽過那首歌嗎? 蘑菇蘑菇 現在IG很毒的 你有沒有聽嗎? 沒有 你待會就會有 蘑菇蘑菇 好漂亮 這個其實吃完整碗都是一茶醬 嘩 這個有點驚喜 因為通常有忌廉 其實它都會加了一些全脂奶 或者本身忌廉都是全脂的食物 所以其實它都會脂肪膏 但剛剛我喝了一口 其實它沒有很香濃 很脂肪的奶味 它真的很純粹的蘑菇 打碎了 加少許麵粉 和雞湯去煮 但也是我覺得偏鹹 還鹹過剛才那種 今天是菇的派對 很多菇 有菇湯 有菇粥 又要唱蘑菇蘑菇 血的納質感高 如果真的有血壓的人士 盡量不要喝了 對呀老闆 你們就不要喝了 你們什麼時候都會被 都會神激到高血壓 原來你幫我補臘 不是 不是 激到爆血管 不夠辣 還不爆呢 還不爆呢 快點給我 快點給我補一補血壓 快點給我補一補臘 要補一補臘 吃快點健康的東西 平衡一下心態 這兩個是還好的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一樣標籤 其實所有東西都沒有完美的 你發覺一些東西就是 它真的是低脂 低卡 但是它也會有些不足的 可能有時候低蛋白質 甚至可能高臘 因為始終它也有低脂 又低卡 又高蛋白質 又低臘的話 其實你真的不會買它的 那你會想到什麼 可能是不好吃 又不是叫你不買它 你可以做一點 例如今餐吃得高臘質的話 你可以用高甲質的東西 來平衡自己身體 可能是甲臘的平衡 例如梳菜也是很高甲質的東西 所以很貼心 是否給丁丁菜 去降血壓 當然啦 今次去波仔做Research的時候 都當堂下一跳 之前只見過它有丁丁糖生菜 沙律菜 不過現在就多了很多選擇 例如有三色菇、窩筍片 或者南瓜片 不過很多時候都沒有貨 所以就要看看大家的菜數 我那個年齡呢 還不給我美波羅 下次我出糧 按漏了ViuTi 又幫觀眾問一下 丁丁菜會不會致癌 那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很多人都會覺得 丁菜會有芽蕭酸鹽的產生 什麼是芽蕭酸鹽呢 其實丁菜會令菜裡面的蕭酸鹽 轉化成為芽蕭酸鹽 有高芽蕭酸鹽含量的蔬菜有什麼呢 例如菠菜、燕菜、白菜 所以如果你大發的朋友 可以選一些芽蕭酸鹽比較低 例如瓜類、菇類、蕃茄 這樣就可以安全一點 菠仔的菜都是由生變成熟 其實有很多不少的研究都顯示 用微波羅煮菜 其實它的溫度和時間都會短一點 你會看到剛才我們丁的時候 都沒有加水下去 其實會保留更多的營養 我剛剛試了這個椰菜 有點苦 但不是我想像中那麼乾 其實我以為它丁完 通常會很乾 或者沒有很多水分 它可以保留 不過出人參加 不過你那塊苦不苦 我自己覺得 蔬菜本身應該有苦苦澀澀的味道 你不是吃生果 這個是不是健康的味道 好新鮮 它這個丁技術 是保留到它的爽脆 第二它還是甜的 第三是熟了 有些人可能會怕 這樣放下去熟不熟 熟過我媽媽煮的 不是喔 要讚 剛剛特別吃了一塊西芹 很好吃 爽口 還要沒有炸 因為通常鹽它不好吃就是有炸 這個很特別 它這樣看起來 很有鹽酥雞 它有什麼配料 它這個有洋蔥 木耳 粟米心 西芹 甘筍 和鮮冬菇 小隊 考一下你 你覺得這兩盒雜菜 你覺得哪一個 纖維比較高一點 我猜 有西蘭花果包 是不是覺得它好像綠色多一點 是啊 開猜吧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有木耳 木耳菇 這些纖維其實都比較高 何況去到西芹 我試了蓮藕 它很脆 真的的 它還有很raw的味道 真的很raw 我想說洋蔥 嗯 洋蔥好 洋蔥生吃 它有洋蔥素 可以殺菌 如果最近感冒 或者不舒服的話 吃的生洋蔥 我覺得它的洋蔥還有一點散 但其他是熟的 不過我給我一個建議波仔 剛才它叮的時候 它這一包有寫4分鐘 但這一盒和蓮藕 是沒有寫多久的 它也是想著預計 這包要叮4分鐘 這兩個也叮4分鐘而已 但這盒其實是很大盒 和很實的 我覺得要叮6分鐘 它真的所有東西都有點 味道好像這個那麼熟 這裡大部份其實都可以生吃 所以也不用太害怕 雖然它真的調味好像沒有這樣 和很淡 但大家不要忘記 可能有時候買一個飯盒的話 還有這些其實有些咖哩汁 本身的蠟汁比較高 你放在一起 其實剛剛好 不需要在這裡再加鹽 或者黑椒 不過大家提醒大家 因為蓮藕是屬於根莖類的澱粉 所以其實當日你吃完整盒飯的話 都要留意你當日的澱粉量的攝取 可能你吃飯的時候就不要吃完整盒 好 最後就是跟大家說說 增肌減脂和低碳的組合吧 減脂的朋友可以選擇日式咖哩豬扒飯 或者今天悶悶地吃粥也可以 不過記得 如果吃粥的話 就要多喝點水 因為蠟質含量都比較高 還有不要忘記 記得選擇蔬菜去配 另外如果是真經的人士 可以選擇這個雞腿飯 然後配這個蔬菜 那就很夠蛋白質了 第三 如果你今天走低碳的話 可以選椰菜花飯 如果你想補蔬菜纖維的話 選擇三款菜都可以 因為本身低碳的話 選擇煉藕的話 澱粉質含量都不會太爆表 還有可以喝一杯湯 不過這個湯 我們喝完之後 都會覺得蠟質含量比較偏高 如果你容易水中的話 還是不要選擇它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我們Healthy的Facebook和IG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影片 拜拜